再来第三个问题 英国 英国的地址 它有四个字 它写的是英文 第一个字 L-I-A-N 第一个字 H-U-A 第三个字 T-O-N-Z 第四个字 M-A 顶礼师尊 在基督教中 有一宁静的祈祷文如像 主啊 力不能挽折 求赏我泰然处之 力能挽折 求赏我亦然为之 直此直彼 求赏我智慧 以明辨之 请问在佛教中 我们应如何 区别 区分 哪些是定业 哪些是可以改变的 他的问题刚好回答 台湾灵花义宾的问题 主啊 力不能挽折 也就是你念完一千遍的高王经 也没有办法达成愿望 求赏我泰然处之 处之太难 自然 没什么关系 力能挽折 也就是说 你达成愿望 求赏我亦然为之 你就去做 直此直彼 求赏我智慧以明辨之 让我的智慧 能够明白辨别 这当中的业力问题 所以 他问了 请问在佛教中 我们应该如何 七分 哪些定业 哪些是可以改变的 告诉你 你念完高王经一千遍 达成愿望 就是可以改变的 念完高王经一千遍 愿望没有达成 那就是定业 很简单 就是这样子分啊 跟上面这个问题 刚好回答上面这个问题 因为你有的 业力非常的重 跟业力非常的轻的问题 存在 所以那个祈祷文里面有 有一宁静的祈祷文 如果我能够做的 我就用我的毅力去做 我不能做的 达不成我的愿望的 我就泰然处置 也是自然 让它随顺吧 这意思就是这样 就是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我讲 要区别哪些是定业 哪些是可以改变的 刚好 高王经一千遍 能够让你达成愿望的 就是可以改变的 或者就是定业了 这当然还有很多的 这个说法在里面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